Hello,大家好,我是Wayne 那最近呢,我发现到 有一些网友留言 比如说,勘探问的 想请问一下,Wayne哥 是如何在新加坡认识到 日本人的呢? 本身也想学习一下日文 谢谢 Wayne,请问你有在日本 留学的吗?有的话,讲讲 一下留学的经验过程吧 还有就是Nissan GTR 你们是在日本认识的吗? 还有一个是来自Instagram 的朋友,怎么认识日本朋友 那我现在就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亲身经历,那其实呢 我从小到大都不怎么 对日本有兴趣啦 有也是小时候只是看 那些Anime动漫,比如说 Digimon啊,那个超红的 超喜欢的小时候,然后 Pokemon,游戏王 还有Lab小型 我最记得Lab小型的生日是跟我一样的 但是呢,我看这些 Anime的时候 都是已经翻译了 就是翻译成广东话了 我看的都是广东话的 不是日文的 然后纯粹就是喜欢那个动漫 而不是喜欢日本 然后小时候在家看电视呢 电视节目都是播台湾的 台湾的节目比较多 台湾的戏啊,香港 港剧啊,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日本的东西 直到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哈喊 因为那个时候韩国的演艺圈就非常红红嘛 因为都是帅哥美女 直到大学,大学的时候大概2012年上大学吧 就非常疯狂的看那个Running Man 都是韩国的 大概2013年还是2014年吧 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大学每个人一定要选外语 就是要学外语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是非常喜欢日本的 然后他也拿了日语 他是我的前辈啦 他是我的新年 他比我早一年拿外语 然后他就拿了日语 之后呢,我们大学第三年的时候就一定要去internship嘛 就是实习 一定要出去实习 出去实习 通常大多数的人都是去工厂啦 直接去工厂实习半年嘛 但是呢,我们的大学跟日本的其中一间大学就有来往 每年都会派交换生去留学 学生要去实习的那一段时间 就会挑选学生去日本留学 但是呢,条件是一定要拿日语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的室友他比我早一年实习 借了这个机会代表了我们大学去 代表我们大学当交换生去日本留学 三两个月吧 两三个月啊 忘了 他一回来呢 跟我分享了很多很多日本 非常非常梦幻的情景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听听就算了 没有被他影响啦 直到我必须选外语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想学韩语的 但是大学里就没有韩语这个课程 好啦,算啦,就去选日语吧 然后这样子就学了日语 到我去实习的时候呢 我也考虑了很久 到最后我就想想说 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 毕竟我从小到大 到二十多岁吧 都没有出过国 因为从小到大我的家境是中下阶层的吧 比较穷 但是呢,因为我知道 我去日本留学的话呢 如果向我的父母伸手拿钱的话 这个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啦 然后就我的前辈告诉我 其实可以跟大学申请助学金 日本政府也会补贴 就是津贴给我们啦 就是给外国留学生一些钱 在日本花费 但是前提成绩要好 然后那个手续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的 然后当时呢,又有那个 因为我们大学最后一年 需要做最终的项目 非常的忙 但是我为了争取这个机会 那个时候真的是累坏了 为了借这个机会 能够去到日本留学呢 就必须硬着头皮 要去申请这个申请那个 才能够顺利的去日本留学 那结果呢 我真的是做到的 我们的大学呢 才给大概千多块马币吧 真的是非常的少 然后日本政府津贴给我们 每一个月大概三千块马币 日本政府补贴给我们的那个津贴 比本地大学给我们的津贴更多 那最后我也是顺利的去到日本 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搭飞机 第一次做护照 然后当我第一次踏在日本的本土上面的时候 就是在机场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感觉到整个环境 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清洁 然后都很安静 然后上到厕所呢 哇 为什么厕所会那么干净的 然后也是第一次搭电车搭新干线 因为我在马里西亚都是住 都没搭过电车 然后我留学的那个大学呢 是在 就是离东京大概四个小时的车程吧 大新干线的话是两个小时 那边属于乡下吧 但是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到了那边的大学呢 跟马里西亚的大学不一样 然后我就在那边住了大学的宿舍 然后就第一次体验日本人的宿舍 就是一间小小间的房间 然后有厕所 很小的厕所 然后很小的厨房 第一次体验喝自来水 就是在日本那个开水都是可以拿来喝的 非常的清洁 我都是这样子喝 为了省钱嘛 然后呢我们当交换生呢 必须去到实验室做实验嘛 然后写报告之类的 他们做实验学习的态度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真 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震撼 就感觉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一个国家 然后那个时候呢 是从7月到10月嘛 就是从20多度的气候到非常炎热 然后再回去20多度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 那种凉爽的天气 因为在马里西亚是非常的炎热嘛 8月就有一个很 两个星期的长假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用日本政府给我的津贴 就去旅游啦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想说既然都到了日本 可以待在那边三个月 就想找一些办法去认识日本女生嘛 所以我就有下载了那个 这个Scout的程序 然后在上面认识日本女生 然后当时候真是有认识到一个 但是从来都没见见到面 但是有一直联络 联络到大概前两年嘛 然后就他有了男朋友 过后就没联络 我到了那边的大学 我才发现那边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的学生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呢 你有亲戚朋友 大概高中毕业的话呢 你可以试试上网找一下 如何跟政府申请到外国去留学 那个JPA的 据我所知是高中过后呢 会在马来西亚上日语课 然后就会到日本去专修 或者是日本的大学 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 毕业过后 其实我真的是有打算 而且很想去日本留学 就是去读Master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父母商量 但是他们不愿意让我去 因为如果我再继续修学下去呢 他们还需要继续的工作 他们会更辛苦 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这个梦想 就选择了来新加坡工作 但是我来新加坡工作呢 我那个想要去日本生活的那个想法 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有打算暂时在新加坡工作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在新加坡学日语 然后大概在2017年吧 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在YouTube 看关于日本的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订阅了RiuTV 很早之前我就已经看RiuTV了 他真的是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 直到去年 我就认识了Sasa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的 所以我跟Sasa是在新加坡认识的 我不是在日本认识的 Sasa也是在新加坡工作嘛 其实在新加坡也是很多日本人 我见过很多日本人 有旅游的啦 有在这边工作的啦 有在这边生活的 然后之前我有去过那个 日本人举办的语言交流会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新加坡的呢 你想要接触到日本人 你可以上网去找吧 可能在Facebook面子书找一些群族 或者是下载Mitup这个程序 虽然会去这种交流会的日本人呢 都是想要认识外国人啦 因为大多数的日本人英文都不好 如果你之前先学好基本的日文的话呢 这样子交流起来会比较自然 然后他会感觉到你对日本真的是有兴趣 然后有心跟他交朋友 然后当然不要就是表现出你猥亵的那种表情啦 然后自然一点 不要单单只是找女生讲话啦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交到日本朋友的 不好意思刚才相机过了然后自动关了 然后我就吵杀杀起来 哈哈哈哈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观看 然后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按个赞 然后在下方留言 分享出去 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哈哈哈 好啦 拜拜 拜拜 不会 对 你们 пой 到